哈喽 大家好 因为这一两天有朋友问 万一他遇到他的孩子是发扬掉 要讲讲讲究 我今天再一次分享这个急救法 其实这个急救法我在之前是有教过的 包括每次我再分享多一次 这个急救法是对一些有心脏病 或者是有一些人昏迷不醒 或者是有那个阳调症 或者是一些人的高手不退 都很好用的 起初是这样 假如你看到一个人 给他心脏病爆发 运倒了怎么办 你又不会其他的急救的方法 我教你一个很简单的 起初你把他的手马上拿上来 拿上来的时候 一面抓住手一面摇 这个一个手摇住他的手的时候 另外一个手就抓他这边 这个腋下 腋下这边靠肌肉 一块肌肉 你就大大力的这样夹住 然后夹住啊 以最大力的方法 以你最大力的方法 把它猛抽上来这样抽 一二三 一二三抽啊 一二三个后 然后另外一个手也是这样 抓住一面摇 一二三一二三 一直抽到他苏醒为止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你一定要学会来 这个不用什么方法了 为什么你这样弄弄的时候 他的那个淋巴线和肌肉的神经线 全部会受到大刺激 心脏也会跳动起来 因为他很痛嘛 很痛他就会受到大刺激 他跳动起来 人就会进入慢慢的苏醒 这样子你就可以抢救他的生命 OK 不过这一招呢 希望你会分享出去 这个一个家里面最少要有两个人懂 一个两个人懂 两个以上 为什么呢 假如一个家里面你只有你一个人懂的话 没有用 发作的人是你的话 就糟糕了 所以你一定要教会另外一个人 然后教会更多的人 万一有什么事 大家可以抢救 可以抢救这个病人 OK 这个万一啦 你的朋友 谁都好 发高烧 一直不会退 好像竹毛丹一样 一直不会退 你也可以这样抓 抓了过后他的烧 第二天就会降下来 或者是一些人发扬掉 他发扬掉 他昏迷 他跌下去 你马上抢救他 一降之后 他就会很快就苏醒了 希望大家把这个 急救的方法 分享出去 这个是我第二次分享 我希望大家谢谢 OK 好 谢谢啦 再见